啊 cute so I'll see you in the pool 好 这一番操作把小哥也看呆了 就连小美也为闺蜜的行为感到丢人 本以为会失败 可睡之没一会儿 翠花就看到小哥跟她打招呼 紧接着就给他们优先办理了业务 两人总算是赶上了飞机 男主大山运气也是真好 座位刚巧就在两个美女中间 更狗血的是 翠花和小美竟然同时喜欢上了大山 尤其是翠花 看到大山身材的那一刻 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一路上翠花热情打探大山的消息 才知道大山原来是去参加婚礼的 没一会儿飞机传来播报 因为天气原因他们要被曝降落 三人算阴差阳错的得以在同一个酒店休息 在此期间 大山热情邀请两人晚上一起喝酒 翠花和小美都高兴坏了 回到屋子里就开始准备 但翠花发现自己的行李箱丢了 没有衣服穿 于是就去找小美借 可小美说自己也就一见 翠花来到前台找服务员 本想着去附近商场买一套 结果商场离这边十万八千里 为了能跟大山约会 她打算豁出去了 而这边 小美得意洋洋的赴约 还跟大山说 翠花不会来了 谁知话音刚落 翠花枪枪枪的闪亮登场 这身抑郁装扮 把小美和大山都看呆了 翠花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几个男人很快注意到了美女 急急忙忙就过来搭讪 尤其是对小胖 翠花很是喜欢 但翠花压根不看她一眼 屁颠屁颠的跑到了大山身边 显殷勤 小美也不敢放松警惕 急忙跟在两人身边 随着音乐的响起 翠花带着大山去跳舞了 小美也紧随其后 虽然动作不太熟练 但气势上绝对不能输 眼看大山跟小美走得近 翠花不敢示弱 拿出了杀手锏 她走到舞台中央 跳起了江湖上有名的斗斗舞 全场瞬间尖叫起来 翠花享受在掌声中 开始得意忘形 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 直到尴尬的一幕发生 美女正在得意忘形地旋转跳跃 随之下一秒 闺蜜就大喊 翠花一低头 恨不得当场去世 事后 她抱着一丝希望 问布袋子掉出来了多久 小美不好意思地回应说 足足两分钟 这下翠花就有些不开心了 她觉得小美就是想跟她出丑 隔天 两人再次约见了大山 翠花决定报复小美 她知道小美恐高 却还是选择做热气球 而小美为了大山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果然刚升起来几十米后 小美就蹲在地上 哭着喊着要下去 没想到大山开始耐心安慰 还给她唱歌铁 翠花这是为别人做了假意 她问导航员要了香槟且慢 谁知不小心 竟然误伤了她 本来就是独眼龙 这下大哥算可以直接下岗了 无奈下 这场旅行被迫终止 几人最后狼狈落地 但奇葩的还不止于此 这天 听说大山要去游泳 两人就开始精心打扮 翠花换上了性感的泳衣 而小美本就生性保守 裙子也是规规矩矩 看到翠花这打扮 她当即不服气 拿起剪刀 开始建造泳衣 翠花这边一出场 果然就是亮点 可就是因为太亮 所以大山还没来 翠花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堆的男人 搞得大山最后也没了位置 就在此时 小美出现了 初看第一眼 我也有被这个身材震惊到 果然 朴素的外表下暗藏玄机 翠花看到后 也气得牙痒痒 当即要跟小美来一场跳水PK 两个美女争奇斗艳 大炫永继 这府里 可把一旁的男人看呆了 原本一切还很正常的比拼 可翠花不服输 非要来个空中旋转一周半 结果因为离水面距离太近 硬生生把脸给拍红了 小美对此也很内疚 隔天就找到翠花道歉 本来看着快和好的驾驶 大山却又不合时宜的出现 说要去旅游 小美当即又开始争 非要跟着一起去 可后座三个人太过拥挤 为了公平起见 他们俩轮流十分钟 交换着跟大山坐 就这样走走停停 不知道多久 几人来到了中转站休息 期间小美忍不住要去上厕所 随之翠花玩性大发 把门给反锁了起来 这可把小美愁坏了 为了能够出去 她只能爬窗户 可下一辆 而翠花这边 还趁着这个空隙聊汉子 不过大山总是有意无意的 回避一些问题 她好像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就在两人交谈时 窗户外扑通一门 翠花急忙上去看 竟然是浑身脏兮兮的小美 她没想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但是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犯错 休息过后 几人再次踏上了旅程 翠花没想到 就算受了伤 也阻挡不了小美那左腰的心思 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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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了 你能够住室 只是肩膀受了个伤 闺蜜就又开始了骚操作 一声接一声的叫喊 把前排的翠花听得够像 于是她把安眠药放进小美的饮料里 打算让闺蜜闭上臭嘴 可司机大胖正好口渴了 结果饮料就直接喝了 翠花根本没有来得及拦住 果不其然 大胖开车时候睡得贼响 一不小心就出了车祸 几人只好来到最近的旅馆休息 大胖挺着急的 因为这次她旅游 是要参加朋友的婚礼 这一耽误 就有点赶不上了 这天深夜 她突然找到小美 当即深情告白了一份 小美虽然觉得这爱情来得太快 但根本没有细想 一夜过后 小美很开心 觉得自己赢了翠花 于是主动来找闺蜜和好 翠花也怪不好意思 顺着台阶下 可谁知 说了没一会儿 翠花不小心说漏了嘴 讲起了小山是个弯的 也就是说 她早就跟大山好了 这下大眼瞪小眼 两个女人还干起了架 警察很快过来调解 但罪鬼祸首 大山早就不见了综艺 后来还是大胖提供了线索 说大山不是参加朋友婚礼 而是自己结婚 感情小花和翠花都被玩了 两人不甘心来到了婚礼现场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大山 可大山却开始死皮赖脸 说有始至终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自愿的 两人一听 倒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这并不是大山占便宜的原因 小美和翠花还是不肯离开 非要一个完美的说法 可谁知此时 新娘过来了 大山慌得要命 唯唯诺诺听着媳妇安排 看到这番场景 小美两人只好作罢 算是原谅了大山 经过这场旅行 两人的友谊越发坚固 回到各自住处以后 小美找回了自信 整个人容光缓发 成为了优秀的职业小师 而翠花这边也找到了真爱 那就是那个司机大胖 在这段旅程中 无论是之前布袋子事件 还是后来自己和小美吵架 大胖都是那个第一时间冲出来的人 故事完美洒话 如果你有一天遇到了这样的艳妇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好 What are you doing? C'mon Yeah IVE 防 separately würden 合